环形起针 我们这个线留长一点 在小指头上面 绕圈 绕个七八圈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然后 将线头取下来 接着我们在环里面 进行勾支 先打个结 完成之后 开始勾短针 先勾一圈短针 这个没有固定多少针 反正勾满就行 然后 一圈完成之后 我们不用引拔 继续开始勾 第二圈 总共勾三圈 在适当的时候 将这个线头剪掉 在适当的时候 勾至到差不多三圈的时候 我们 断线 接下来我们拿深棕色 这个线圈 先打个结 然后在这每一个针目上面勾短针 起始处走到一个针目 将线圈勾出 然后 将所有的线头压住 先锁一针 然后 在这个针目里面 勾短针 每次勾短针的时候 我们将线头藏一次 每次勾短针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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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将所有的针目都完成 这样将所有的针目都完成 差不多的时候 线都藏着差不多了 我们将它剪掉 然后继续 完成 所有的短针 完成之后 与第一个针目 引薄 然后断线 然后断线 完成之后 然后断线 然后断线 随便尝一下 完成之后呢,我们在这个上面横上天天圈的果酱 这样一个甜点圈就做好了 我总共做了三个甜点圈 然后待会就粘在这个发酱上面 接下来我们做一个红色的喜糖 同样是环形起针 我们在环里面勾六个短针 一、二、三、四、五、六 完成之后,脚线圈拉紧 接着与第一个针目的两根辫子引拔 接下来我们勾第二圈 先起立针 第二圈在每个针目的外侧的一根辫子上进行勾织 每个针目上面勾两针 每个针目上面勾两针 第三圈是整个针目 在第一个针目里面勾一个短针 第二个针目里面勾两个短针 这样我们每两针一组 第一个针目勾一个短针 第二个针目勾两个短针 一直完成这一圈 第三圈完成之后 一共有十八个短针 接下来我们勾第四圈 我们先引拔 然后起立一针 接下来第四到第七圈 不加不减 在每一个针目里面勾一个短针 完成之后 接下来我们引拔 开始勾第八圈 先起立一针 第八圈在第一个针目里面勾一个短针 第二三个针目合二为一 一个减针 继续每三个针目一组 第一个针目一个短针 第二三 合并成一针 这一圈完成之后 我们一共减了六针 还剩十二针 最后与第一个针目引拔 然后呢 我们先往里面塞一些棉 或者一些线头 塞完之后 接下来我们继续勾支 先起立一针 来勾第九圈 第九圈是 每两个针目 减一针 这一圈呢 总共十二针 减去六针 我们还剩六个针目 完成之后 完成之后 与第一个针目 两根鞭子 引拔 然后断线 留一点线头 接下来我们开始藏线 藏线的时候呢 我们要调内半针 不是调外半针 调每个针目的内侧的那根辫子 然后拉紧 拉紧之后呢 我们开始藏线 然后剪去多余的线头 捏一下 接下来我们在两侧另外一根辫子 上面进行钩织 我们先打个结 然后挑起一根辫子 将线圈勾出 接着在里面锁三针 一二三 完成之后 在同一个针目里面 再勾三个长针 一二三 三个长针完成之后 锁三针 然后挑起这两个辫子 引拔 也就是一个狗牙拉针 接下来第二个针目 也是一根辫子 同样先勾三个长针 一二三 接着锁三针 接着锁三针 再勾一个引拔针 再勾三针 那我们按照这个勾之规律 重复勾至到最后一针 我们同样是挑着一根辫子 在里面先勾三个长针 一二三 然后三个长针 然后三个长针 引拔 接着 与第一个长针 引拔 然后断线 拉紧 同样的针法 两侧都完成之后 开始朝线 然后剪去多余的线头 捏一下 接下来我们进行组装 这样一个糖果放下做 接下来我们组合这个甜品圈 这样甜品圈 芭蕉也完成了 这样甜品圈 然后另外我还做了 另外两个配色 这个甜品圈 还有一个七彩的糖果 哈哈哈 对 フォー 对